美国女足7日击败荷兰夺得世界杯冠军后 纽约市今日在曼哈顿下城举行盛大游行 州长库默和市长白思豪也在游行上吹响同工同筹的号角 在周日的决赛中美国队以2比0击败荷兰队未免冠军 今日举行游行 这支队伍于上午9点30分从炮台公园出发 沿百老汇大街住宅区开始巡游最终抵达市政厅 女足队员在游行花车上向民众挥手致意 工作人员在沿途的高楼上撒下彩色纸片以营造欢庆的气氛 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参加这次游行 女足队员也成为焦点 女足队长拉皮诺在领奖台后面的踩车上 搓引香槟向祝福者挥手致意 游行结束后 队员在市政厅被赠予城市之药 市长白思豪表示 这是纽约城所能赋予的最高荣耀 拉皮诺在市政厅前发表演讲 表达对队员的感谢 并重申种族平等以及多元化的重要性 游行结束后 白思豪在市政厅主持仪式 州长库默也来到曼哈顿 高度赞扬了倡导同工同酬的运动 明言纽约将不再容忍职场中的性别歧视 库默称 美国女队的薪酬低于男队是错误和不道德的 并表示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他们薪酬低没有道理 在首局纽约同工同酬微章 女权倡导者的簇拥下 库默拿出一份今日签署的新酬公平法案副本 该法案将加强同工同酬的州规定 要求公司为重视相同工作的男女支付相同的薪水 并禁止公司向求职者询问薪水历史 以确保工资不会受到以前工资差异的影响 游行过后 民众兴致不减 有几位学生身穿女足纪念队服 树访时激动喊出决赛比分 以及入球队员拉维尔的名字 并分享对决赛的看法 另外三位女球迷赞扬女足所有队员的表现 表示无法忘怀首门员在决赛一次反击中的出色发挥 这次是女足第四度获得世界杯冠军 今日签署的法案也标志着男女平权运动的一次胜利 自1924年开始 纽约市开始举行此类的纸带游行 民众从街道两旁的建筑上撒纸条表示庆祝 上次举行这次游行是四年前 当时也是女足击败日本获得冠军 针对皇后区地方检察官 民主党党内初选选票宜云 纽约市选举局昨日重新计票 展开手动清点选票的工作 而对于有关114张缺席选票是否该被手动清点 法官将推迟审理 在重新计票结果公布后再进行 6月25日 选票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基金派参选人卡班 领先现任皇后区区长凯兹1100票 但在5日 缺席选票和宣誓选票统计完毕后 凯兹以16票的微弱优势逆转获胜 因为获胜者仅领先0.5%的选票 市选举局必须采取手动清点选票工作 昨日市选举局开始重新点算 并于今日起开始人工点算 选举工作人员通过会议区和选举区 对选票进行分类 初选中使用的700台投票机中的 9万2000张选票将被取出 点算时间预计需要2到3周 另外卡班及其竞选团队 指控皇后区民主党操纵了 市选举局的缺席选票 导致卡班落后 昨日卡班竞选团队和局内官员上庭 希望市选举局重新清点 114张有争议的缺席选票 要求法官做出裁决 法官决定推迟审理 在人工点算统计结果公布后再进行 这场竞争被视为民主党党内 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较量 凯兹曾是纽约市议会和州议会的议员 得到了包括州长库默在内的 温和派民主党人支持 总统候选人华伦和桑德斯 则支持卡班 获胜者将有望在11月的大选中胜出 成为长期担任地区检察官 理查德布朗的继任者 纽约大都会运输署交通管理局表示 将在F线增加少数快车服务 缓解布鲁克林居民通勤时间过长的压力 从9月份开始 F线将每天新增四趟高峰时段的快车 在教堂大道和J Street Metro Tech之间运行 一直以来 F线在百老汇拉法夜街和康尼岛 史地维大道站之间的26个车站提供服务 这是整个地铁系统中最长的线路 从9月份起 上下班高峰时间 开往布鲁克林的F线将运行四趟列车 其中两列开往曼哈顿的快车 将于上午7点至7点半运行 另外两列开往康尼岛的快车 将于下午5点至5点40分运行 据悉 这些列车只会在第七大道之间停留一站 纽约市交通部总裁白福德在声明中表示 这次改变将使成千上万通勤者受益 乘客可以更快到达目的地 等待时间也会减少 运输署称 他们试图通过限制实际运行的快车数量 以及选择上下班的高峰时段 来产生最好的效果 运输署也预计 乘客每周上下班时间将因此减少约一小时 这项服务标志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F线快车将首次在布鲁克林地区运行 纽约大都会运输署署此前宣布将抗尼岛史迪维大道车站近7000平方英尺的空间交给经营月神公园的中央娱乐国际公司负责 大都会运输署署此前宣布中央娱乐国际公司的子公司CAI Foods将负责抗尼岛史迪维大道车站的零售改造 该公司将接管11个零售单位中的9个 车站预计会有附带餐厅和酒吧的电子游戏厅、咖啡馆、纪念品和服务店等并全年开放 其余单位将进行季节性转租 目前车站里有几家连锁店 比如赛百味和Dunkin Donuts以及小型的家庭自营杂货店 中央娱乐国际总裁赞佩拉表示 他会与租户合作 指他相信租户们正尽最大努力改造该地 只是他们的改造看起来比较像企业收购 赞佩拉也称 改造将围绕真实性作为主题 并联系到康尼岛的历史和遗产 大都会运输署表示 希望创建主题零售区 而不是一个散乱聚集的商店大杂会 去年 该部门在招标书里寻找负责方 改造实地为大道的大部分单位 希望寻找创新的高质量的食物供应 反映康尼岛社区特色的建筑设计方案 以及突出康尼岛及周边社区商品的零售概念 游客将在明年夏季看到地铁站附近的新零售店 纽约市达成协议 为属于工会会员的幼儿教育工作者提高工资 市长白思豪和代表四千多名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劳工领袖 昨日达成这份协议 白思豪在宣布加薪条款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所有为幼儿中心工作做出贡献的人都会受益 该协议在纽约市托儿机构和1707区议会之间达成 触及一个被视为白思豪政策污点的核心问题 就是纽约市的全民幼儿教育项目 目前在纽约市五个区未超过6.8万名儿童提供服务 多年来 有关人员认为 这个项目的成功建立在工人的基础上 其中多数是非裔或西裔等其他种族的妇女 他们的工资与公立学校的同行不一样 这使留住工人成为最大的挑战之一 有老师表示 由于工资差距 许多同事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到公立学校工作 作为这项新协议的一部分 该市将从今年10月份开始为学前班的工人加薪 拥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年薪将达到5万3千美元 拥有学士学位的教师 年薪将达到4万8千美元 在到2021年实现完全人工平等之前 这一比率将继续每年增加 这项协议仍需得到工会成员的批准 最终投票预计在8月举行 点定点点点 点点点点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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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 G2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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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